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了我们 与国同庆 当然是要去首都北京庆国庆才有意义啊 除了看生活起仪式之外 跟着我们来了的女神们去长城转转也是不错的 毕竟人家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呢 长城不仅有光阔壮丽的自然风光 还有代代流传的历史故事 走走长城还能锻炼身体 说不定大半年下来就能称霸微信运动 占领朋友们的封面 而且伙伴们可以来找找女神们去过的地方 再在那里照张同款照片 得嘞 要发朋友圈的图片也就有了 我们来了 是个这种颜值和内涵的节目 虽然节目里主要是长城出镜 但是北京还是有好多有故事的看点的 大的有故宫 小的就是各种胡同故居遗址 厉害了 我的帝都 当然了 作为帝都除了长城 还是有很多加分点的 比如北京小吃 完全可以牢牢地抓住吃货们的心 烤鸭炸椒面 炉煮 还有南螺骨巷 轨接三里屯 能去的地方 多了居了 哦对 有勇气的伙伴们还可以尝尝 豆汁 从北方飞到南方 女神们来到了佛山 很多人去广东会选择广州啊 深圳啊 这些大城市 但其实佛山是岭南文化分支 越文化的发源地与新圣地 以及团城地之一 在这里 女神们与全亚洲最大的排放邂逅 遇见百年纯手工染汁记忆 将软黄金香云纱 传在身上走为一场秀 当然爱与美食都不可辜负 非物质文化一产黄蛋剂 满足我们对佛山美食的好奇 那么大的切膏 不知道女生有没有吃够 此外 饧尸文化在岭南地区 极富盛名 作为诗饮之乡 女生们在佛山体验了一次舞诗 在音乐与舞蹈多元素的结合中 过了一把实实在在的舞诗饮 最后作为南方武术 一个很重要的中心 女生们还重拍了黄飞红 十三仪还是那个十三仪 只不过其他角色都变成了女生们 会玩 跟着我们来了在佛山玩一圈 可以说是很忠实 很有内涵了 接下来就来一个民族特色吧 如果你对都市快节奏生活和满眼的高楼大师厌倦了 那永州就很对你的口味了 山清水秀 诗情画意 关键还有美丽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带你一起吃吃 玩玩尝尝 经过了北京的大气 佛山的侠义 永州可以说是很小清新了 来到这里之后 看看山看看水 还有热情的瑶族人来招待你 说是现代桃花园 也不为过吧 这次我们来了的女神们正好赶上摇摘的喜尼节 也是这里最盛大的节日之一 于是女神们一个个下池塘和村民们一起捉鱼游戏 看节目的时候 隔着屏幕都觉得好开心 玩得好开 很释放压力的书 另外 这里可不只是风景美人好 更令人惊奇的是 这里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江勇女叔 这是咱们不熟悉的一种文化 在节目里 就对女叔进行了非常详尽的介绍 也让女神们和咱们都了解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 感受到了当时的女性 已经有了非常强的自我认知 这种坚韧的女性之美 让人钦佩 又从南方一路向北 女神们一下子到了哈尔滨 这里可是被称为东方小巴黎呢 但是画风 似乎本土气息完完全全的 把所谓小巴黎的气质给深深掩盖了 东北特点那是老明显了 先说东北赢 那可叫一个热情 一上来就拉着女神们开始跳了广场 我好不热闹 女神们也一下子融入到了舞群 不得不说 东北人聚集的地方 气氛永远不会太大 简直太容易被带动融入到这个群体了 另外 不得不说的就是 东北的美食 可能哈尔滨的饭菜没有南方菜系那么精致 但是他赢就赢在时程 炖肉炖菜不能太实在了 当然了 作为国际化都市 哈尔滨在接接气的同时 还能与国际接鬼 毕竟还是个异域城市呢 女神们一起呈现了一场精彩的 经典芭蕾舞表演 效果很震撼 芭蕾舞也的确是 很能出气质的舞蹈 女神们一穿上芭蕾舞 那接下来女神们还会再去到西安 又是一个很好吃又很好玩 很有历史厚重感的城市 不得不说女神们去的地方都很棒 所以当你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 跟着我们来了就对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最后就祝你们放假胖三斤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